过年这段时间 相信很多花友都会买这种植物 回家里面想 鱼一号 非常漂亮 但是买回去之后 如果处理不当的话 这个果子很快就掉了 所以说我们刚买回来之后 大家千万不要给它过度的施肥 不要给它过度的浇水 这个土壤积水的话 非常容易掉果子 那么最好的方法 就是给它使用这种微生物菌剂 因为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的肥效比较温和 有机制丰富 枯草药包干净 非常丰富 我们取消买回来之后 给它在这个花盆的表面 给它铺上薄薄一层 给它浇点水 就可以让它的土壤环境 更适合根系生长 有利于它吸收土里面的一些营养 这样的话就可以能让这个果子 长时间不掉落 而且这种微生物菌剂 它又可以改良土壤 促进长根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枝子花 给它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根系非常的发达 只见根不见土 所以它促进长根的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关键是这种微生物菌剂 价格非常便宜 现在点击西子柄下方链接 买两包还给你发三包 如果家里面养有植物的话 都可以给它用上 好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